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東京的城市規劃做得很好 而且治安相對安全 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的城市 那大家知道東京走橋這個名字 就是用邊走邊看的方式由東京嗎? 換句話說在東京散步 其實就是我們頻道的主軸 在這幾年的頻道經營下 我們研發出不少東京的散步路線 比方說影座到東京車站的購物行程 古根前的夏亭歷史風情行程 中原道高原色的住宅區小店行程 四隻古道飯田橋的河畔咖啡行程 或經典的秋葉原淺草上野的觀光行程 那我們就來介紹幾個東橋的經典散步路線 大家穿起好走的鞋子 跟著鮑勃、維恩一起出發吧 我們今天散步半日遊的主要景點會聚集在日比谷 東京車站 遊樂丁 還有銀座這袋 在地圖上的範圍真的很小 但不要小看這個範圍 景點很多很精彩 所以半日遊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早上9點就開始我們的行程吧 早餐先從日比谷站的Le Petit Mac開始 這家1998年京都發想的麵包店的東京分店 在塔白樂谷也有極高的3.91分 也是東京的麵包百名店之一 就在車站旁邊而且早上8點就開了 店內座位很多 早點來的話絕對有位子可以坐 這家店的麵包總法式乳餡 有大概70種不同麵包三名之可以選擇 點一兩個看順眼的麵包 找個位子坐一下 邊吃麵包邊喝咖啡 享受悠閒的早上吧 吃完早餐 我們接下來開始上午幾個以風景為主的散步景點 就在麵包店的旁邊走路一分鐘的 東京 Midtown Hippia 6 樓 有一個不錯的免費觀景台 也是一個觀景台跟庭園都很精彩的小秘境 這裡看出去的景色重點不是著重在高樓大廈 而直至比古公園跟黃巨的綠地 很適合情侶在這裡約會 現在時間大概十點左右 我們過個馬路走路不到五分鐘 來到了日比古公園 這裡在明治時代曾經是陸軍的練兵場 到了1903年變成公園 是日本第一個西洋式的公園 公園面積16萬平方公尺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園的三分之二的大小 特色是不同季節的花卉 春天也是知名的賞英景點 還有噴水池跟兩個大獅子 買個便利商店便當坐在公園裡面野餐 感覺飯都變超香的 景靈至比古公園 是景色也很好的黃巨外院 護城河 江沃城的石牆 搭配玩之內新大樓有種新舊交替的美感 外院的另外一區是約有一千棵松樹的黑松林 週末的時候人也不會很多 也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經過的路線 現在時間大概11點左右 從黃巨順順的可以走到東京車站 也差不多到了中午時分 我們就在這裡邊玩邊吃中餐 東京車站本身的建築 就是一個很棒的打卡景點 1914年起用以來 一直是日本全國鐵路網路的主要樞紐 我們可以到吉田大樓觀看東京車站的美景 位於吉田大樓六樓的戶外花園 可以由上往下看東京車站 這裡的觀景台可以從高處直接看到東京車站繁忙的電車往來 電車空應該會超開心 中餐的話大家可以選擇吉田大樓裡面的豚舍 豚舍創業於1909年 是一家源自於三重縣一式的百年老店 店內所使用的牛肉都是非常高品質的一式牛 沾上聖誕汁一口吃大塊肉片 超爽 吃完中餐大概下午一點左右 我們前往有樂町的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 但可以先繞到碗子內重通的不省則天國 這條路上有一些服飾店可以稍稍協拼一下 大概一點半左右 我們來到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 由建築師Rafael Mignoli所設計 主要是拿來舉辦會議跟展覽用 整個區域大概約6.7英姨 最有特色的地方是這整容建築使用大量的玻璃 形狀有的船一樣 大家可以由最高的樓層一路往下走 欣賞這個建築本身令了驚豔的架構 我們接下來走路6分鐘來到了半島酒店 這裡有兩個地方可以吃下午茶 如果你有點預算然後有點胃的話 可以試試看The Lobby的下午茶套餐 這裡的下午茶有甜有鹹 一直可以吃到十一種不同的精緻茶點 然後飲料可以無限續杯 在跳高的大廳吃了甜點 然後聽了音樂家表演古典音樂 一種深處上流社會的感覺 如果沒有那麼餓 預算也沒有這麼多的話 可以試試看地下一樓的 The Panisse La Petite & Cafe 甜點做得非常好吃 但內用區域只有週末或是假日茶會開放 但如果你不是週末來的話也可以買個外帶 晚點找個地方吃 吃完下午茶現在的時間是下午3點多 我們從半島酒店一路往遊樂廳還有銀座的方向走 這裡真的就不需要鮑勃教大家怎麼購物了 在這裡亂走怎麼迷路 走到哪個小巷子 都一定會有商店可以讓你寫拼 我們的散步行程在這邊告一段落 但如果大家想留在這個紙醉機迷的銀座吃晚餐的話 那晚餐就來吃價位有點高的銀座祭樂 套餐大概2萬到3萬日幣左右 為什麼會這麼貴的原因 除了氣氛以外 家店使用佐賀牛最高等級的肉 由廚師在你面前做鐵板燒給你吃 入口即化的牛肉真讓你欲罷不能啊 希望東櫻走橋介紹的散步行程大家會喜歡 有時候少搭電車一兩站 利用走路的方式體驗東京 可能會發現旅遊書上從來沒有見過的經典喔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櫻走橋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要多多了解包伯跟文恩的話 你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櫻走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拍攝更多種類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